完了 碰到什么东西了 是不是遇到碰瓷了 现在什么情况 哎小姑娘 你说在路中间干啥呀 这样太不安全了 我刚刚追鸭子的时候 不想去刷眼睛 啊没事吧 没事 来来来我先扶你起来 来慢点 没事吧没事吧 一脚受伤了 嗯 有点痛 来来来慢点慢点 来来站好站好站好 没事吧 没事 刚才碰到我车的鸭子就是你的 啊 是我的叔叔 怎么车给你转坏了吗 多少钱我赔给你 啊 没有没有 叔叔的车没有坏 叔叔说的是赔你鸭子 我不用了 叔叔 我鸭子往前面跑了 我一会儿去找 来吧我转给你转给你 不用去找了 待会儿你又摔了 不用叔叔我走了 你脚没事吧 我没事 慢点啊 这小姑娘挺有意思的 叫我叔叔 我有了吗老妈 我还有事 先走了吧 哎 这个小姑娘家真不好找呀 问了好多人才找到 上次不是把她的鸭子给撞跑了吗 这次给她带了之过来 还没让我赔她钱 只有给她带了之过来 不知道这个小姑娘在家没有 哎 好像到她家了 好像在家没有 哎 好像是她 去敲门 小姑娘 你不记得我了吗 叔叔你怎么来了 我碰巧路过 上次不是把你家的鸭子吓跑了吗 但是我给你带了之过来 你没让我赔钱吧 我就给你带了之过来 我不要的叔叔 哎 来都来了 他又不值钱 我给他把你放在这里了 多不好意思呀叔叔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下次你吃的时候 给叔叔留上筷子嘛 叔叔也很尝一下土鸭子的味道 那好吧 哎对了小姑娘 叔叔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他们都叫我小婷 那叔叔也叫你小婷好吧 好 哎对了 我看你背着背着这次去哪里啊 啊我刚准备去山上解些材了 哦那我来都挺巧的 那我帮你吧 我正好我去看看你们这边的风景 我们这边没什么好看的 叔叔你看几次就厉了 那么你哪里啊 叔叔觉得你们这里的风景 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 美得很啊 哪里啊我怎么不知道 看我眼睛里啊 啊哈哈 那叔叔我们走吧 走走走吧走吧 哎小婷 啊我看你怎么是一个人在家 你家里人呢 我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 连奶奶也在伯伯家里面 那里呢 怎么没去城里 还一个人在这里 我我没有什么文化嘛 去城里也不知道做什么 之前也去过城里 但感觉都不太合适 我外公外婆年龄也比较大了 我隔段时间就要去看看他们 我还得照看一下家里 对了叔叔 你是来我们这边旅游的吗 啊不是 叔叔到这边是工作来的 哇 叔叔你真优秀 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还能到处走走看看 嗯 这样的生活一定很好吧 哎小婷 啊 其实叔叔有时候挺羡慕你的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其实比起适合远方 叔叔呢更喜欢人间烟火 那我觉得外面的世界 会更好吧 外面的世界再好终究是远方 家人闲着在一起 有人做饭 有人等候 日子是柴米油盐 不用到处去奔波 你看你 有时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把家和家人的照顾好了 让你的爸妈在外面也放心 叔叔 我觉得你说的好有文化呀 你就让我有一种想笑 又笑不出来的感觉 想笑就笑吧 你笑起来很美的 叔叔我们快到了 啊快到了 对就这里上去就到了 好走吧 叔叔这里的路不好走 你小心你我欠你 你先走吧你先走吧 叔叔能上来 小心点 好你也小心点啊小弟 慢点慢点 哇你们这里的山真高啊 哇好漂亮啊 我们就在这里捡吧叔叔 这里采也挺多的 行我帮你 好 哎这上面都挺多的 这个这个柴肯定很好烧啊 对它干了很好烧 哎呀这个小婷,啊 你多大啦,啊 我快二十岁啦,啊 挺好的 20岁听说你们这边 女孩结婚都挺早的 那你有男朋友了吗 我还没谈过对象呢 那挺好 你还小不着急 以后肯定会遇到一个合适的 不过在我很小的时候 有个娃娃亲 家里老早就给定我 不过现在不像以前 好多都是自己谈对象 跟我订娃娃亲的那个哥哥 去年也把对象带到村子里面 来结婚了 结婚了 那挺好 结婚了好 叔叔你好怪呀 结婚你笑什么呀 叔叔是看这里的风景 太美了 所以开心 叔叔 我剪完了 我们走吧 这么快就剪完了 走吧 叔叔跟你一起下去吧 这是叔叔给你剪的柴 叔叔你这个太太小了 要不得 要不得 叔叔说 就是怕剪多了 不要给你 要怪了 走吧行吧行吧 走走走 叔叔给你扶起来 好 叔叔给你背吧 那么多你背得起来吗 我我我我 走 慢点慢点慢点 行不行啊你 我可以 好好好 我经常这么背 我没事 叔叔你退后一点 我好好好 慢点 慢点 叔叔给你扶着你 走走走 小心点 好好好 叔叔走走 唉终于下来了 有点累吧叔叔 是有点累 你们层里的可能就是有点缺乏锻炼 是的 下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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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叔说话都说不清了 下次叔叔应该就是跟着小婷锻炼了 好可以 好 那个叔叔要回去工作了 啊 叔叔要走了 叔叔你跟我回家装饭再走吗 叔叔要回去工作了 然后下次叔叔早点来找你玩好吧 那好吧 叔叔再见 好再见小婷 开车慢点啊 好的好的再见 慢点啊小婷 小婷 我我没什么没什么再见 再见 再见小婷 哎 叔叔你干嘛呀 你爸爸在这里啊 叔叔好几天没看到你了 然后去你要找你没人 问了你家邻居才知道你在这里 叔叔就过来了 啊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叔叔到这边来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好把这样锻炼一下 顺便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那挺好的 叔叔你肌该都锻炼一下 那小婷你碰了带新竹去划山 好的 没问题 哇 小婷 你们这边的水好美啊 对啊 我们这边就是相对清美的 但叔叔觉得人更美 叔叔 啊 我洗完了 我们走吧 小婷 你看这水里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 你过来点嘛 我 叔叔 洗完了 一瞬间 有你本个可能 别想牵手 我就继续疼 这都远离 有台湾各不确定 结果圣洁 火气很甜 我们来了 叔叔 我带你去看那好玩的 什么好玩的 你说我走吧 好 走吧 走 叔叔 我们到了 到了吗 这里哪有什么好玩的 我给你看的 在这儿 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抓鱼的 还先给你看 呀 你看 哇 有鱼 对啊 哇 怎么那么厉害啊 小婷 你用这个就把鱼抓上来了 我们这边都是这么抓鱼的 叔叔 你帮我把桶拿过来 这里啊 桶在 好好好 快 烧进去 它在跳耶 我们再抓点一会儿回去就有鱼刺了 哇 叔叔今天有口服了 可以来抓点水 好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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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鱼有两条耶 哇 这鱼有两条耶 有没有鱼啊 小婷姨 哇 这个好大啊 你看 哇 真的好大呀 来 叔叔给你抓 我先给它抱进去 哇 慢点 慢点 差点跑了 叔叔 你看这些鱼够了吗 够了够了 这条好大呀 那我们回去了 好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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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踢 我给你吃鱼 好 那我拿衣服去吧 好 慢点吧 我们走吧 好 你慢点 你小心一点啊 好 叔叔 我们到了 好 叔叔 你把鱼放在这儿吧 放这里啊 你先继续做 我就把衣服晾了 好 行 哎 叔叔 这是你买的吗 叔叔过来不知道给你带点什么 就随便给你买了点过来 叔叔 你这又得花不少钱吧 花不了多少钱 你先去晾衣服吧 叔叔 我把你拿到里面去 叔叔 你先放在桌子上就好了 好 放这里嘛 好 行 哎 小婷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叫蜂蜜蜜 啊 蜂蜜蜜 啊 蜂蜜蜜 干啥用的 那个可以用来把一些骨子的空壳给封出来的 啊 叔叔 你们城里可能不太清楚 我过来跟你说 好 行 叔叔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 是吗 这样子 它上面有一个漏灯 把骨子倒进去 这边有一个扶手 从这里摇 它这边会出风 然后空壳就从这个口出来 然后这口出来的就是那些好的骨子了 哦 原来是这样的啊 真的是太神奇了 这在我们农村很常见的 就很好用的这个东西 这是丽丽皆辛苦 每一粒粮食都来自不一样 叔叔 你是不是饿了呀 叔叔好像是有点饿了 那我去给你做饭了吧 好 那行 叔叔帮你 不用 叔叔 你做吧 你做 你做 我去给你弄 哇 这鱼好香啊 是吧 小时候爷爷就这么烤给我吃的 来 叔叔好了 好好好 真香 吃一口 小婷你也吃啊 好 叔叔这个鱼刺有点多 你刺的时候小心一点 好 有点烫 哇 太好吃了 小婷 你一个人晚上坐在这山上怕不怕呀 不怕呀 我都已经习惯了 只是有时候晚上会有点安静 不过以前都有小黑匹着我的 啊 小黑是谁啊 小黑是我以前养的一只狗 他从小陪我到大 我走到哪儿他都会跟着我 那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他 等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走 其实小黑遇到你挺幸运的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光 都是很快乐的吧 嗯 我想也是 哎 小婷 叔叔吃完了 再给叔叔来一条 叔叔 你吃鼠毛的吗 吃那么快 这条大的给你了 哇 这条好大呀 来 叔叔就不客气了 好 吃 哎 小婷 时定也不早了 叔叔也要回去了 啊 那叔叔你等我一下 干什么呀 我等我一下 小姑娘干啥去啊 叔叔这个大肉你拿着吧 哎 小婷你干什么呀 叔叔你每次来都给我拿那么多东西 我也没有什么好给你的 这是我们自己做 你拿着吗 啊 你自己做的啊 啊 那肯定很好吃 那叔叔就收下了 好 叔叔你再等我一下 啊 怎么了 这个你也拿着 啊 这又是啥呀 这是我今天早上刚带了李子 很甜的 你一起拿着吧 不用了 叔叔拿不了了 啊 叔叔你拿着吗 这些都不管钱的 你拿着 好吧 那叔叔就收下了 下次叔叔来给你带好吃的 好 啊 叔叔你再等我一下 怎么了 小婷 嗯 下 下 降到路不好走 你把这个手电筒一起拿走 好吧好吧 那叔叔就走了 好 叔叔 你路路上小心点 注意安全 好 再见 小婷 下次不要踩到手 好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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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